一边讲手机一边操作提款机 巡逻远景越看越不对劲 怀疑蓝一男子被诈骗集团电话控制 果然 原警接过手机 直接跟电话中自身银行客服的人对话 这名男子公生他接到一名自身是银行行员的电话 要他来操作ATM 但当下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一般银行通知客户时间会在下午三点半以前 在这个时候还要他来操作ATM来解除设定 警察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 怀疑他是遇到诈骗 状况就在新北市中和 26岁男子公称当晚银行打电话来跟他说 他之前在网络买书 因为刷卡错误 需要拿金融卡到提款机解除设定 原警一听 这就是最典型的解除福恩奇付款诈骗 只是话才讲到一半 兰一男子的父亲也跑过来了 担心孩子受骗 着急的父亲也追出门 一到邮局就问耳塞状况 好在警察抢身一步出手拦截 就怕孩子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 看到玻璃是大人 父亲终于松口气 ATM不能解除分歧付款 当有人自称是银行客服 引导你一步一步操作提款机 当心可能是诈骗 尤其晚上超过了下班时间 银行更不可能为了解除设定 派人打给你 TV5就先离姐 新闻新闻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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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